大家好,我们在上一节课中讲了酒店品牌营销的新视野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再来看看酒店品牌的营销策略 进行酒店品牌的营销就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开门关门的动作 开门的动作就相当于引流 也就是该如何吸引消费者踏入酒店 这是指所有的外部营销行为 包括各种渠道的引流、促销活动、前期的市场定位等等 酒店定位不仅仅决定了酒店的发展方向 也决定了引流的效率 引流是能力的范畴 更多的是业务的技能和个人的能力 它直接决定了酒店的出租率 而关门的动作就是留客及内部的营销工作 包括会员服务、店内活动、精准维护 精准的营销等货工作 内部营销的本质就是让酒店的客人不断的重复购买 不断的通过口碑传播和转介绍来代入新的流量 酒店的个性化服务是为了提高客人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背后的本质是提高客人的忠诚度 其核心价值也是提高客人的重购率 酒店营销的本质是把引流到酒店消费的客人 通过各种营销、促销、服务等动作 达到提高客人重购率的目的 是酒店工作的使命 开门关门的动作看似简单 想要做精做好就并不容易了 那么酒店该使用什么营销策略来吸引并留住宾客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几种主要策略 第一是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是指将各种不同的传播工具和推广手段 进行有效的整合 并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同步修正操作 在品牌方和客户方交互的过程中 完成企业增值的理念与方法 简单来说 整合营销分为两个层面 首先在形式上 就是将各个不同的推广手段 结合成一个新的系统 运用不同属性的营销 实现协同效应 其次就是要通过受众的信息整合 从而制定出契合受众属性的产品 用一个成语来表示就是两体才艺 比如在2019年 OYO酒店与草莓音乐节的合作海报 登上了各大主流社交平台 微博上的设计大V都对其进行了评论和转发 该合作在打通线上与线下通路 完成流量承接和用户留存问题的同时 实现了千万级精准曝光和低成本用户转化的品牌营销目标 单个活动达到了15000多新用户注册 以及500多个入住转化的成绩 在线上营销渠道 人群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时间碎片化 因此营销方案要快速吸引注意力 缩短参与路径 于是在线上采用了抓住眼球的视觉海报 以及吸引人的奖品列表 以及扫码抽奖的快速互动H5 降低了用户理解成本和参与门槛 而在线下消费人群通常是时间出风雨 爱凑热闹 因此OIO组织了一套精准的用户沟通语言 在线下准备了一个大型的 足够吸引眼球的集装箱 以及非常有设计感的周边环保包 徽章和卫衣等等 可以通过现场的参与活动 获得这些礼品 从而线下的目标超出了关键业绩指标 第二是产品营销策略 酒店产品营销 就是在原本枯燥的营销活动中 将产品注入一种思想 一种理念 一种模式 一种文化等等 来使销售方式更加灵活与生动 让销售也具有灵魂 不再是单一的方式 比如书香酒店 就是以餐饮产品为利刃 破开了疫情强加其身的发展枷锁 在寻找自救的过程中 书香酒店积极争取本地客户 主动开设外卖窗口 并且主动和多个外卖平台 合作推出外卖 为企业制定制定餐等 酒店大厨的高超厨艺 与酒店餐饮的卫生高标准 很快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在下半年书香酒店 创新性的融合地域菜系 石令菜系特色菜品 更是以寻味中国为盈 将食箱作为酒店业绩提升的核心产品 相关数据表明 在2020年5月 书香酒店餐饮营业额 就赶超去年同期营业收入的9% 第三是品质营销策略 新媒体平台的发展 为流量的爆炸提供了可能 也为流量的大规模流动 提供了便捷的通路 而获得流量的基础 则是优质的内容 协生集团高级副总裁汤兰认为 流量和内容 是最简单的鱼和水的关系 有好的流量 但是没有内容 等于浪费 有好的内容和好的流量 才能更加广泛的发展 在未来 内容将成为主导消费的决策性因素 好的内容也是好的品质 品质营销 也就是用真正的好品质去营销 而不是用关系和概念去营销 是靠品质来赢得市场 酒店业想做好品质营销 就需要把目标消费者的意见和喜好 放在第一位 用严格的管理 来打造严谨且贴心的服务 结合高科技的合理运用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获得消费者中的好口碑 自然少不了回头客 第四是体验营销策略 曾预测了第三次浪潮到来的 阿尔文托弗勒预言 服务经济的下一步是走向体验经济 人们会创造更多的跟体验有关的经济活动 商家将靠提供体验服务取胜 体验式营销包含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 参与和活动 目的在于能够有效直接吸引消费者 邀请并鼓励他们参与品牌倡导的理念 海底捞的免费美甲擦鞋服务 宜家的咖啡店快餐店儿童活动区 迪卡农把门店打造成运动场健身房 都成为了消费者口口相传的招牌亮点 这些不务正业的玩法 正是指向了当下非主流的体验式营销 在这个体验为王的时代里 无印良品又是怎样打造体验式营销的呢 无印良品的Muget Hotel为例 房间内的陈设和洗护用品都来自于无印良品 通过毛巾的触感 插座及开关的配置 餐厅的菜单和空间等的体验 都可以让消费者直接接触产品 切身体会到无印良品所传递的生活理念和极简主义美学 并且在餐厅品尝到的美食 部分也来自于无印良品 消费者所接触到这些产品 就在楼内的无印良品店铺里就可以买到 所以无印良品的酒店 其实就是创造了一站式购物场景 从吃饭到住宿再到购物 你所需要的无印良品都可以提供 无印良品通过挖掘人们的真实生活方式 找到了生活方式中的痛点 并通过自己的产品进行改变 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最后一点是特色文化营销策略 文化是虚的 产品是实的 酒店营销虚实结合才算完美企业发展 英国诗人艾略特曾写道 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 从出生到走进坟墓 从清晨到夜晚 甚至是在睡梦之中 可见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方面 无不渗透着文化因子 文化营销就是将企业文化渗透到营销的各个环节中 运用文化的力量 达成企业既定目标的一种营销模式 文化营销以消费者为中心 以产品为载体 以文化为纽带 以故事感动人 将文化融入到品牌营销的全过程中 使企业输出的产品和服务 带有本企业特有的文化 从而与消费者达成共识 卖点研究院独家发布的 《2020年文化主题酒店品牌影响力30强榜单》中 亚朵书香世家书香福底位列榜单前三 军亭开源观塘 开源宜居 军堂 皇家驿站 隔飞都市花园 进入前十 其中打造传统文化酒店品牌的 书香酒店集团表现强劲 旗下书香福底 书香世家 书香门第 三个文化主题酒店均入为榜单 随着国际酒店品牌 抢占中国市场的趋势愈演愈烈 酒店业打造个性化模式和特色文化产品 是未来酒店业的发展方向 未来布局一批文化家酒店 民族文化体验消费场所 促进文化产业与酒店业的融合发展 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之一 好了 关于酒店品牌营销的相关策略 我们就讲到这里 你是否还有其他的见解呢 欢迎留言 我们下节课再见